這次為何會有這首歌的構思呢 因為一開始寫這個曲 寫旋律的時候 其實主歌的部份就有兩個旋律 其實是一直都有出現的 就是形在的旋律 當初跟Oscar談 其實我們的主題是說一種無奈 例如你的興趣是唱歌的 但是你也要衡量一下你的興趣 以及你怎樣維持生活 即是有一種現實與理想的一種抗衡 但是最後就被現實擊敗了的那種無奈 至於為何會是形在 就是當初跟Oscar談 我就是想用這兩個旋律的兩個字 去帶出整首歌的故事 可能其實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也都是可能一句你好開始 所以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微小的一個行為 一個動作 或者一句說話 帶出整段關係的一個旅程 所以歌名決定了用這兩個字 作為整個故事的主題 而形在可以解作是我依然在那種感覺 就是我對我理想中想達到的事的那種期望 而另外也可以解作是凝固的形質 就是我的回憶 或者我們之間的回憶就凝結在以前那裡 因為我們再沒有之後的事 我們只可以經常回味以前經歷過的一些事 這次MV的內容 其實是有一點關於這個時空的事 但是其實這個時空並不是那種說 我時光機回到過去那種 而是好像歌名那樣 形在 就是我依然有再去看過我和女主角一起經歷過的事情 而這些片段的畫面也凝固在我的腦海當中 所以就是 是說一種好像 去找回憶的時候 但是發覺我所有的事情都不同了 只是可以回味以前的那種片段 而也深知他不會再呈現在自己面前的故事 這次是我想找密道合作的 原因是因為 其實自己經常都會上網找一些不同類型 即是本地也好非本地也好 的MV 或者一些短片短故事來看的 有一次就看到密道的作品 他的音樂影片 那我就很喜歡當中那種 素說故事的那個鏡頭 那個魔法 所以於是就有了這個想法 第五首作品會不會跟第前四首不同呢 相信都是會幾不同的 至於是不是跳唱才賣個關子 但是 都是真的幾不同的一個作品 敬請期待 請期待 請期待 請期待